好 现在这个时间点将会是凯米台风 开始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间 可是也有很多人关心的是 它现在中心其实距离我们真的非常非常的近 感觉好像就在我们的家门口 可是为什么这一个时间点感觉好像 它又有一点在这边打转呢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受到的地形的关系 所以在今天下午大概是三点的时候 它就稍微的开始往南偏之后 其实因为地形的关系不断在这边偏 因此它目前可以说是稍微的这样子 要必须要再转上来之后 才会持续的往西北的方向来移动 但是现在这一个时间点 你可以发现时机风的暴风半径 几乎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宜兰 花莲还有中部一带的山区 现在这些地方雨量都是非常的惊人 更详细的位置我们透过了浅室预测图 要带您进一步来看到 现在在整个八点的资料里面 它距离台湾花莲的南南东方 大约只剩下40公里 你会感觉好像说比上一报 怎么又更远了一点呢 就是因为它现在在找一个地方 逐渐的打转完之后 再逐渐的往西北的方向登陆 所以现在看起来 如果说依照这个路径的话 气象鼠预估最有可能登陆的地点 将会是在花莲一带 而目前它的七级风暴风半径 还是蛮大的 维持在250公里 至于十级风暴风半径 则是有90公里 这些地方都是非常有剧烈的强降雨 甚至出现了超大豪雨等级 所以今天跟昨天累积到目前为止 雨量下的最多的地方会出现在哪里呢 我们要告诉您 透过了雨量排行榜进一步来看到 这两天累积最多的雨量就出现在宜兰的大铜箱 光是这边短短的两天 累积雨量已经将近要来到了1000毫米 尤其这一个雨还会在持续 那么不只是整个宜兰一带 东北角一带 还要留意的是包含了中部地区 还有南部地区的山区 不要忘记了气象鼠预估在中南部的山区 整体的总累积雨量可能突破了1800毫米 这样的超大豪雨等级一定要小心 可能会出现一些致灾性的降雨 所以风雨市井也要带您进一步来掌握 从现在这个时间点开始到明天这段时间 都会是凯米台风影响台湾最明显 风雨最大的时候 因此以雨量预估来讲 在24小时里面会出现超大豪雨的 包含了宜兰花莲还有中部的山区 以及包含了南部一带 甚至南部一带在后续还可能会出现了 西南季风引进来的降雨 至于风力预估的话 今天风力最大在整个本脑地一带 出现在花莲市 花莲市区今天最大阵风来到了14级 而外岛地区蓝雨今天强阵风也来到了13级 可能这样子的强阵风在明天一整天都还会持续 尤其还可能出现一些脚雨效应的情况 所以包含了像是东北角一带 甚至宜兰 甚至包含了和尊一带 这一些地形的关系 有可能它的风力强阵风都还会再更大一点 而最后我们要来关心的是影响时程 到底这个雨会下到什么时候呢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宜兰花莲 因为整个台风中心就在这个地方 甚至最有可能就会从花莲一带来登陆 如果说预估在深夜登陆之后 很有可能在明天的清晨 五点到六点这一段时间 会大概在桃园新竹一带就会来出海 可是后续它出海之后 整个风呢 西北风带下来 而这边则是会有西南风带进来 因此南部地区的雨还会再持续再下 尤其这一个雨呢 报了星期四白天的时候 整个降雨呢 在南部地区可以说是强风豪雨 山区还会出现大豪雨 因此如果说到了星期五的时候 还会再下雨 南部地区现在已经有一些观众朋友在询问说 有没有可能它真的连放连礼拜五也会连放休假吗 当然现在还要持续关注这一个降雨的变化 不过就算真的因为雨量太大 如果真的有可能放假 大家还是一定要好好的待在家里一面 时间交给陈怡 大风好雨下 救灾人员在一辆翻覆的挖土机旁 积极协助遭将押注的民众脱困 但未出偏僻山路狭窄 大型救灾车辆无法进来 没有办法进来 也没有办法进来 现场仅有器材车 加上因为台风大雨不断 使救援变得更加困难 而这起事件遭押的民众 是新北山峡五辽里长王金生 他常会来这边吗 有时候就看路不行 他就过来用 挖土机是他开的 他开的 根据了解周三校 王金生在外出勘灾时 车辆受困在无聊里 吃狼产业道路 过上一桥约两百公尺岔路处 不过他在驾驶怪手助援时 疑似因为土石松滑 导致挖土机翻覆 颈部当场被押注 消防队员紧急抢救 经过好一段时间 才将王金生里长救出来 但失去生命迹象 紧急将他送往医院抢救后宣告不致 东西新闻社会中心综合报导 高雄西竹湾狂风吹不停 大浪打上来险向还生 夫妻冒险观浪 太太不敌狂风被吹着跑 下着抱着树不敢乱动 旁边你都还抱着 他怎么不在家里躲台风 他都在家里 我妈妈你出来可以的 这是大 要搭出来看我 我看你哪里风吹头都没有像这样 那是鱼 那是鱼 鱼得轻 风吹鱼 我比较大 另外这名爸爸原本抱着小孩 也是要去观浪 遇上一阵又一阵狂风 决定打消念头回车上躲雨 凯敏台风呢 在高雄明驼区最大撤得十级的阵风 而在西子湾这边 风势也是非常强劲 高雄市很多地方 多处阵风达到十级 镜头转到林雅区 东正跟民族路口 这风真的不是开玩笑 骑士被强风吹倒 超级狼狈 这两名骑士也是被瞬间强风吹倒 另一名骑士见状 紧急停车上前协助 风真的很大 一样在林雅区 自强三路八五大楼旁边 民众过马路不敢撑伞 有的勉强撑伞的也是寸步难行 镜头转到左营区 这风雨也很吓人 不过白货公司有开 不少民众冲进去要躲台风 开米台风发威 从早上九点半开始 高雄突然风大雨大 行人被强风吹到进退两难 也呼吁民众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在家防台最安全 东森新闻寸配杨瑞明 蔡上林林玉信在高雄的采访报道 墙风咻咻吹 下一秒铁皮屋顶被吹飞 花莲美轮一处顶楼住宅 被楷米摧毁 整面瓷砖墙壁从六层楼高 惊悚坠落 碰一声砸中零停车辆的后车厢 吓得驾驶立刻往前开 但车身扁掉留下大量残骸 和碎裂瓷砖在原地 还有民众目击 露树的树枝和树叶 就像气球般在空中飞 相当危险 撑不住 撑不住 撑不起来 傍晚还有民众 骑摩托车上路 险些被墙风吹倒在地 花莲风墙雨众 民众没事 还是待在家里坐 东森新闻黄一鸣在花莲报道 观众开明台风 现在是持续的进逼 而且对宜兰的月晚 其实是风势雨时是越强烈的 尤其我们现在所在的宜兰市区 其实现在风势真的越来越强 您可以看到 现在整个主要的干道 中正路上 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是残枝落叶 而且就占据了两个线道 所以刚刚看到 可以看到的这个车辆经过 就像是限时版的卡丁车一样 都要慢慢的通过 这整个路障 这个残枝落叶 真的是要九弯十八管 才能够顺利通过这一整个路段 而且现在风势有多强烈呢 靠过我们镜头往上看 其实整个树干呢 都已经被风势给吹落了 而且其实整个那个树叶 都已经不见了 就是这个凯米台风的风势 真的真的太强 所以现在路面上呢 全部都是这个残枝落叶 您看到刚刚车辆要经过的时候呢 真的是非常的克难 都要这样子放慢速度 才可以小心避免来 直接经过这整个路支 所以呢 其实您可以看到 现在越晚 整个宜兰的风势雨势是越大的 尤其在入夜之后 到了明天早上 其实对宜兰来说 是整个雨势风势最严重的时候 所以其实基本上呢 在现在整个风势呢 在宜兰市区就已经达到了10级阵风 甚至一度会到达了11级阵风 所以真的要特别提醒您 如果你入夜之后 有必要要到宜兰这边来 真的要千万特别注意你的安全了 以上像最新 我们把神镜头交还棚内 如果雷达整合图 就来看一看 那么到底呢 这个台风中心 凯米的中心呢 到底呢在哪里 有可能在什么地方登陆 事实上呢 现在啊 整个凯米台风的中心 就在我手笔的这个地方 真的已经离啊 这个呢 花莲市的陆地 非常非常近 只有30公里的地方 可是呢 它现在真的做高管 因为它现在原地 呈现一个打转的情况 所以也因为呢 这一打转 所以它整个登陆 也不要以为已经在家门口 很快就会登陆 看起来呢 这登陆的时间 还要拖到今天的深夜 不排除呢 是在今天深夜的10点 或11点这一段时间 不过呢 我们要特别提醒 因为呢 它这个中心 已经离花莲的陆地 非常的近 尤其呢 这中间核心 最核心的燕墙 已经在袭击花莲地区 所以呢 气象鼠也提出了 强风的告警 因为包括了像是呢 花莲市 吉安 还有新城跟秀林 要非常注意 因为现在这边 花莲市呢 已经出现了14级的强震风 而且呢 在这个雨量的部分 现在在花莲市呢 这边的这个石雨量 也都出现了破百 达到100多毫米 这样的一个石雨量 而我们呢 也仅看到 因为呢 在整个中心 要登陆之前 会跟陆地 做一个交互作用 所以呢 也呈现了 往下坠 然后再往上升 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此呢 到底会在什么登陆 我们预计呢 整个中心登陆 还是会在北花莲 到这个宜兰之间 那么最有可能的登陆点 分别是在秀林 到南澳之间 有一条溪 叫做和平溪 但是是不是 就会在和平溪登陆 这个在今天到 现在到深夜 我们还得持续在观察 不过呢 我们另外要提醒的就是 以这张图来说 您可以看到 最大范围的这个圈 是七级的暴风圈 那么中间呢 这个红色的圈 比较小的是十级暴风圈 那么这十级的暴风圈呢 在现在还有今天深夜 就已经呢 会为宜兰跟花莲 带来狂风豪雨 因为呢 这十级的暴风圈 也是风雨最剧烈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 包括了宜兰花莲 还有中部以北的山区 都要格外的警戒 这两天下来 我们也很快速的 带大家一块来看看 到底这两天 已经下了多少雨 告诉大家 非常的惊人 因为呢 您可以看到 就是因为台风中心 接近的影响 所以呢 太平山啊 累积雨量 已经破了800毫米了 秀林这边也有 517毫米 台中市的 和平山区 这边也有 442毫米 甚至就连 南部屏东的 太武乡 这边也都有 413毫米 就风力的排行来说的话 我们也赶快来看 这风真的很狂 因为呢 花林市 在刚刚就已经出现了 14级的狂风 那么 蓝雨13级 苏澳13级 彭家雨11级 新屋也已经出现了10级 从今天深夜 一直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 就是台米台风 为台湾带来 风雨最剧烈的时候 那么因此 我们在这边 要特别特别的提醒 没事真的不要外出 待在安全的地方 所以呢 在24小时的 风跟雨的预估方面 首先风的部分 我们要特别提醒 几个地方 严加的戒备 尤其紫色的这些区块 都是在24小时 会达到 超大豪雨雨量 等级的地方 超大豪雨等级雨量 是多少 大家知道吗 24小时就累积500毫米 所以特别提醒 包括了南投 还有包括了嘉义 以及台南高平 台中宜花山区 这几个地方 都要特别特别小心 这个致灾性的 这个雨量 而且呢 沿防各 这个豪雨 还有台风 所带来的灾情 那么另外呢 在24小时的 风力预估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看到 因为呢 现在呢 整个风最强的地方 就在宜兰 还有东部地区 可是呢 当台风登陆之后 风就会减弱 所以接下来 在整个北部 还有西半部地区 将会都有 九到十级的强阵风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明天 在全台各地 几乎都是达到 放台风价标准的 所以最后 我们要特别提醒 大家注意了 尤其今天晚上 到明天 礼拜四 这一段时间 因为台风的中心 过了这个北部山区之后 接下来 紧接的 就是强劲的西北风 再加上了 后续 还有洪台北 也就是西南气流 所以接下来 从今天晚上 到明天 甚至礼拜五 我们就要把焦点 放在这个中南部地区 小心洪台北 所带来了 超大豪雨灾情 再把时间交还给语书 好 各位观众 目前记者所在的位置 就在花莲的市区的 自由街 以及中华路口 在晚间五点左右 花莲市区 刮起了大雨 画面可以看到 风势雨是非常的强劲 整个风雨不断的 往市区方向来追 甚至有民众为了 要救机车 只能冒险凌雨 来抢救机车 接着非常多的路数 是直接已经倒塌到了路面 可以看到另外一头 在中山路的圆环这个方向 路数是严重的摇晃 甚至整个路面上 多处都是这个 被吹落的树枝倒在树上 甚至有这个 交通堆也是被吹倒在了马路上面 整个现场 是这个简像黄身的状况 而朝早 我们在中山路上 也看到非常多的招牌 是已经被强风给吹落的情形 以上是目前所掌握的最新情况 将时间镜头还给棚内 中午十二点半左右 台风已经渐渐靠近台湾 四名男子正在固定铁皮围篱 结果一阵强风吹来 整片围篱被吹走 所有人来不及反应 两名男子站在铁皮镇中央 其中一人后脑勺直接着地 摔在博游路上 这一摔男子昏迷 倒过在马路中央没有反应 同事赶紧揉男子的胸口 并且打电话求助 其他人把没固定好的围篱 搬回工地 避免再砸伤人 昨天晚上风又陆续进来 今天早上特别强 那一栋大楼都特别强 今天台风的关系 不然之前风是没有那么大 这惊悚的一幕就发生 在高雄市南子区 三山街69项的工地 凯米台风来袭 虽然没有正对南部而来 不过被外围环流影响 风势仍然非常强劲 高雄最大阵风达到时级 包商疑似不放心 和两名工人一起到工地加固围离 却在过程当中出了意外 50岁的男子头部红肿瘀血 47岁的男子四肢疼痛 幸好两人意识清楚 赶紧送医治疗 正在建造的大楼旁 正好是一个风切口 风势本就相当强劲 再加上台风来袭 瞬间强震风 更是大到附近民众 都不太敢出门 幸好两名男子都没有生命危险 加固工程围离固然是必要之举 但得选对时机 在台风侵袭前先做好 才能避免意外 东三新闻吴国珍 孟家荣 在沟雄的采访报道 开米台风离苏澳好近好近 风雨家具刮起 十一集成这风 黄色风锁线被拉起 就怕有人闯入 这个箱子啊 这个桶子啊 原本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刚刚的一阵强风之后 整个呢 它的桶子就已经往前滑动了 波涛汹涌的巨浪拍打上岸 来到苏澳的一处海滩 浪高来到逼近六公尺 但是我们现在看过去啊 已经完全看不到海滩了 甚至你可以看到 前方的这个海面 已经快要看不到了 反而呢 可以看到是一波一波 非常高的这个浪啊 不断的拍打上来 招牌直接砸漏下来 不只在鱼杠 道路上巨型餐厅看板 不离墙台凯米 应声掉落 警方立即赶往 在场进行浇管 一整个招牌 直接砸落下来 它面积相当的广阔 占据了双向车道 那剩下呢 它从上面砸下来之后 幸好当时并没有人车经过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同时画面上可以看到 吊车及警方在一旁等待 而上方还有一层帆布 不断随着墙方摆动 随时就要掉落下来 看起来相当危险 这个上面的这个铁砖 这个磁砖呢 是通通都斑驳 掉落了下来 就是在刚刚突然 这个阵风超级强 就直接把它吹破下来 而在南方澳的超商 铁准门只开一半 一旁磁砖掉落 骑机车采买的民众 还应与世受惠于衷 很多年都可以采用这件 台米恐怕会刮起 14到16级阵风 如果没事真的别出门 东南讯文卢智杰 陈湘宇 洪泽瑞 妙梦杰 宜兰苏瓦报道